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是如何成 那就是 要 心 能够 降福 clerk样 powiedział 如何降福发 Mario 心 有数 注 我都用经文来解决经文 这作为一定是做的奇怪 你用这句解释那句 究竟那句是什么意思 那心有属住 这个不是经文 经文里头没有心有属住的意思 我先要解释个住的意思 住是执着 是在乎 我很在乎 这叫住 我心里边有这种挂爱 这叫住 心里头有挂爱 牵牵挂挂的 叫做住 心里头不牵不挂 这个叫做不住 你今天让人家赞叹了一下 说你好聪明哦 你好能干哦 或者是你真不容易 你也到农场室来听金刚经 你真有善根了 你心里头听到以后 觉得很高兴 这个是心有属住啊 心心无属住 那好不好啊 哎 怎么不好呢 如果人家说你 说你这个人这么没有出息 这么好的人 也这么迷信 跑到农场室去听什么金刚经呢 那你会怎么样啊 你说怎么 这有善根的人 有智慧的人 请听金刚经啊 像你这样子愚蠢的人 才骂我 这个是心有属住啊 心无属住 有住还是无住啊 是有住啊 很不容易 相当不容易 不过呢 下边听了以后啊 你就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往下看 有几个例子 金刚经里面的金句 的句子 金云也是金刚经说 而云和硬住 云和降伏其心 金云菩萨与法 因无所住 心意不失 就是我们的心呢 都有执着 都有烦恼 请问世尊 请问佛陀啊 如何能够把我们的 有住的心 也是受环境影响 而起烦恼的心呢 把它降伏了 究竟有什么办法呀 那释迦牟尼佛 就是告诉我们呢 说降伏我们这个心呢 这是菩萨 才有这种啊 希望 那菩萨 要想呢 心无数珠 那就是说 你在做好事的时候 不要去执着 那就可以降伏 你的烦恼心 就可以啊 得到心 无数珠的 目的 心有烦恼 心有执着 都是啊 我们自己 和外在的人 人 和众生 产生基础的关系 才有这种烦恼 那基础的关系啊 之间 如何能够啊 没有烦恼 这要使得我们的心啊 不要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基础的关系啊 当成真正的实在的不变了 那你就没有烦恼了 可是如果仅仅之一词 我们就会变成消极 因为跟人与人之间的基础关系啊 不要有关系 或者是 这些关系啊 都是啊 假的 都是啊 不实在的 是无常的 那就不要关系了 不行 那不是菩萨 菩萨呢 要跟人与人之间法身关系 还要啊 不把这些关系啊 牢牢地牵在 挂在心上 这才叫实话 真正的功夫 什么功夫啊 菩萨的功夫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有娶有舍 但是菩萨跟人的关系 它是自舍而不取的 所以 菩萨度众生 用什么度 以布施啊 来度众生 以什么布施 诸位知道吗 用什么布施 money 我看哩 不仅仅是钱 财 还有什么 还有福法 还有什么 无畏事 无畏事 有 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布施 做了布施的功德 之后 心里头不再念着 说我已经做了功德了 我已经布施了多少东西了 我已经度了多少人了 这叫做无助 布施的原则 要做做到三轮体空 三轮体空 诸位可能听到过 什么是三轮体空 第一 没有布施的人 没有被布施的人 第三 也没有 布施和被布施 中间的东西 和事情 和窝 这个轮呢 什么意思 轮是会不会转呢 轮是一种运作的意思 要有运作 什么运作啊 布施的运作 布施的行为 受布施的行为 以及啊 在拿什么东西去布施 在运作 一定要不断地在动 不断地去运作 这叫做轮 有几个轮呢 三个轮都在动 而三轮虽然在动 可是呢 不要想到 哪个是真正的 实在的 我在做的 我曾经呢 遇到过一位大居士 他告诉我 他已经做到三轮体空 我说 你怎么样做到三轮体空呢 他说 哦 我在哪一年 哪一月啊 做了什么事 我 已经把它忘掉了 现在我们看第二段 也是金刚经讲的 主菩萨 摩河沙 应如是身清净心 不应主舍身心 不应主身向未出法身心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主菩萨是许多的菩萨们 摩河沙是有大功德的菩萨们 应该要产生了清净的心 清净的心就是智慧心 清净的心就是无助的心 那怎么样的无助呢 下边呢 要教我们呢 就是说 你做布施功德的时候 以及做了布施的功德之后呢 你心里边呢 不要想到身相未出法六种 这个叫做六成 所谓六成呢 就是我们的环境里边的 所有一起的现象 这是通过我们的眼睛 所见到的是什么 色 对不对 这个色啊 包括颜色和形式 耳朵听到的是什么 声音 鼻子闻到的是什么 嗅到的是什么 有没有臭啊 有 香味 臭味 在印度啊 印度人很笨 没有臭子啊 但是呢 香在印度呢 它就是一种啊 smell 就是一样 这个香的英语里头这么一个字 我们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就给它翻译成味啊 什么 香 味 是什么 是我们 舌头 是我们的身体 脂肪 所寄出到的 物质 或者是气候 或者是气候 法是什么呢 法是我们用头脑 用语言文字符号 和记忆 这都叫做法 凡是这些东西呢 在我们的六根 产生反应之后 心里都还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这叫做无助 禅宗的 禅宗的 有一位禅师 他形容了 他自己的心境 说 如空中的鸟集 空中鸟飞过以后啊 还留下什么啊 有没有 它的一个脚印啊 有没有飞过的痕迹啊 没有 但是鸟是在空中飞过了的啊 但是空中本身呢 不会留下鸟的任何的痕迹 形迹 影迹 在哪里 而 一个禅室的心 寄出到任何的事物啊 之后啊 它的心 还是保持着 像空中那样的 一片的虚空 而明白 什么东西也不留下 这不容易啊 这就是 金刚经所讲的 有助还是无助 就是无助 诸位有没有听到说啊 说某某 歌星 名歌星 唱的歌啊真好听 一曲唱歌以后啊 它那个音呢 在那个梁里边 扰了几天啊 扰梁三日 它那个音始终在梁上面这儿扰 究竟在梁上扰呢 还是那个听的人在耳朵里扰啊 还是在心里边扰啊 在哪里扰 在心里边扰 如果说在梁上扰 我们拿录音机 还可以去录它 在心里边扰啊 虽然感觉到他歌还在唱 但是事实上 是心里边的这种啊 一种执着 一种贪恋 这个就是 不应助身 对不对 他是助了身了 心助于身 所以身应扰梁三日 如果不助于身 听过 听是听了 听过以后 在心里边再也不留痕迹 现在我们讲这一段呢 是金刚经里边的最精药的精药 诸位有没有看到我们大门口的墙上面有两句话 两句什么话 因无数珠而生其心 对不对 好 你们有没有听到说 六祖慧能大师开悟 是听了金刚经 对不对 听得哪两句话开悟的 那你们也开悟了 但是 我们还没有把身心两个字解释 无助啊 解释了 叫做空中的鸟鸡 你心如空 任何东西飞过的时候不留痕迹 你心如空 你心如空 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心里不挂岸 没有烦恼 这叫做无助 但是 身心是怎么生法呢 我曾经遇到过啊 好多人跟我讲 他修行功夫非常的好 心已经非常的清净 那我就问他们呢 我说你怎么清净发 他说我一打坐的时候啊 听不到声音 看不到东西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 所以 我的心呢 非常清净 很自在 很自由 那我就讲了 摩头 石头 树 草 他们都听不到 也看不到 是不是也是很清净啊 他们想不对啊 他说我是人啊 我说人怎么会听不到 怎么是看不到 那你还算是人吗 他说我若定了啦 所以啊 挺清净的 那一种若得定 在禅宗来讲的话 叫做冷水泡石头 你们听懂吗 禅宗是讲智慧 金刚经是讲般若 无助并不等于是 无知 无觉 无助啊 就是不执着 无寡爱 自由自在 但是 心的 智慧的功能 和啊 反应啊 不但是造成啊 而且比 一般 心里边有执着 有烦恼的人呢 更清楚 更活泼 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 目标啊 第一是 顿悟啊 像六祖 慧能大师那样 听到 金刚经 英雾属诸 而生其心 这两句话 马上 言下大悟 第二种呢 是要我们呢 先要练心开始 练心如何练 就是要从啊 修习啊 观的方法 观呢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 般若有什么 有三种般若 对不对 第二种叫什么般若 观照般若 凡是修观的方法 都是观照般若的一部分 或者是一个种类 应该要修观 不是修定 任何观的方法 都是所以观照般若 现在我们看第三段 发奥内度罗三妙相菩提心 云和云柱 云和降伏其心 福高虚菩提 当身如是心 我因密度一其众生 密度一其众生 而有一众生是密度者 实际上这一段呢 是前面两段的 重复的说明 也就是说 要发无上菩提心的人 首先知道什么叫做住 也就是说 要发菩提心的人 发无上菩提心 要想成佛的人 首先知道 我们的烦恼心是什么 就是 什么 云和云柱 柱的意思是烦恼性 对不对 是执着性对不对 先要了解 你的烦恼性是什么 然后 再告诉我们 如何地 把这个烦恼性降伏 那怎么样子降伏它呢 下边讲了 当生如是心 这个心还要生起来啊 生什么样的心呢 生智慧心 什么叫智慧心 就是说 用法不死 用财不死 用无畏不死 使得众生离苦得乐 从生死的此岸 到达不生不死的彼岸 这叫做密度 密就是密苦 度就是超度 使得众生的苦密了 而又超度了 超度多少啊 一切众生 超度了一切众生 从生之后 还心里头 没有想到啊 说超度了任何一个众生 这才叫做 什么 叫做 无助 叫做啊 不住 我在美国 住了 现在为止 已经是第16年了 美国人呢 很天真的 很可爱 他们 有一种风气 去做义工 这个义工呢 这叫volunteer 这个谷歌 对不对啊 volunteer就是义工 对不对 我想对不对啊 他们做义工的这种 心态啊 是真可以讲 可以形容它是无助的 他们做义工 就是为了做义工 而做义工 并没有说 我想顾名调义 向人家赞叹一下 向人家给他一个奖牌 没有 就是为了欢喜 为了高兴 去做义工 做了一天义工 一身的臭汗 高高兴兴的又回家 睡得舒舒服服 再也没有想到 他是做了义工的 说这种精神 这个真是可配 在我们中国人呢 这种风气还没有养成 在我们农产市的信徒呢 已经渐渐的多起来了 要鼓掌啊 有一次啊 有一个美国人来提我们做义工 做了一天很累很忙 做完以后呢 我就谢谢他 我说今天真感谢你啊 替我做了这么多啊 他说怎么讲 他说你不要谢我啊 我应该谢你啊 他说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来做 这是我的什么 不是我的用心啊 他叫my pressure 这是precious什么意思啊 这是我的享受 是我的很喜欢的事 是这样子 那做完以后 他不会再来跟我讲 我哪一天给你做过义工的咯 你要对我优待一点咯 那就不叫义工了嘛 那叫什么 那有条件的是不是 那不叫义工 今天呢我们讲到这儿为止 金刚经的全部的药意 全部讲完 明天后天不听也没关系 但是明天后天的最精彩的部分呢 不听很可惜